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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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来到了儿童的世界 而且其实这个位置呢 它也是可以容纳这个宝妈 带着宝宝一起过来的 对不对 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亲子阅读的环境 对 而且我看到这里 就是除了有这个儿童区域 有这个主阅读区 楼上呢 还有一个阶梯教室的阅读区域 对 我们二楼呢 是主要是一个阶梯教室的区域 展现的就是我们和浪读者 感受到在室外阅读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赶紧也再去上面看看吧 好的 来到二楼呢 和我们在一楼的感觉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在二楼呢 感觉离我们的屋顶更近了 而它这个屋顶呢 是全透明玻璃的设计 所以感觉呢 就是在这个沐浴着阳光来阅读 对 你现在看呢 是我们白天的一个情况 到了晚上呢 我们的星空灯一打开 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哇 到了晚上还有星空灯 那在这阅读真的很有感觉 白天是沐浴着阳光 而晚上呢 是沐浴着星光 对 我们现在打造的呢 就是白日森林 夜晚星空的一个感觉 我们这个阶梯教室呢 还会办一些读书会 音乐会 还有儿童养松会的一些文艺的活动 来 我们快坐下来感受一下 想象一下子在这里 沐浴着这个星光 然后呢 听上一场音乐会 或者是读书会 真的非常有感觉 所以呢 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给南朝鲜的朋友们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文艺爱好者的聚集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uitenrill бы 莲花书屋不仅仅是图书馆 是集文化堂 艺术厂 生活家 新社群为一体的多功能空间 它是昌南文化的原野 一切围绕文化生活展开 穹顶之下 书香自艺 谁会不喜欢这样的地方呢 很多人担心啊 如果来到书屋里 没有签约到自己喜欢的书籍 该怎么办呢 来到这儿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这儿啊 有一个电子阅读本可以供你借阅 对 其实可以借阅所有网上的书籍 那其实互联网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图书馆 可以说呢 世界上只要是你想要的书 都能够找到 没错 除了这里呢 是莲花书屋的一大特色之外 在我们的前面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是 我们可以读诗给你听 拉开一扇门 戴上耳机 拿起话筒 选择你想要读的书籍 在这个小小的天地 做一回 读书人 莲花书屋位于南昌县 莲堂河河畔 藏书1.4万册 以生活文学儿童等藏书为主 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半开放 在这个被电子产品霸贫的时代 不如来莲花书屋 在纸箱书海里 也会阅读的美好吧 哇 杭老师 你要是不说啊 真不知道 原来这么漂亮的书店居然在莲堂 你别学问莲堂 现在莲堂发展的真是慢 是啊 那跟给他书店 好久了 富外个美景 不然到的事 这整个草心 给你多连发 可是书店还是蛮有意境 对吧 对啊 好多男中人 多少的莲堂 就找给他书店 我一定要告诉我 这个住在莲堂的朋友 哇 那他们真是近水楼台新得月啊 对啊 广播个书店 一定有广而高兹啊 好 秀向今年的广告 广告自由 肩豆精彩绿龙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原来三五百的 泰国皇家乳胶枕头 现在只要 九十九元 原来四五千 高达百分之九十三 天然乳胶含量的床垫 一千五百九十元起 泰国皇家乳胶直销会 十一月五号到十六号 在南昌 原九四医院正对面 井冈山大道 飓风大厦 九江 福州 景德镇 平乡等十地市都市严选 庆会执行 泰国皇家乳胶直销会 三大郑重承诺 一 品牌直销 泰国皇家乳胶 品牌直供 来自泰国 正品保证 二 品质保障 天然乳胶含量 高达百分之九十三 江西二套 全城监督欧盟国际双刃镇 环保乳胶专利产品 确保是生态原料 自然健康 三 七天 无理由退换货 泰国皇家乳胶床垫 自购买七日内 可无理由退换货 确保购买无忧 更放心 五块九 五块九 砍掉中间环节去掉层层加价 原产地直销 每克八十九元起 吃优积冬头下草 就来都市严选 自补央生节 生前百分之六十 吃虫草燕窝 就来都市严选 自补央生节 三年老店 值得信赖 西洋深 每克仅需零跌九元起 铁皮石湖 每克地质 两元起 印尼溯源眼窝 每克地质 十五点九元起 三十头幽锦文山三七 买两斤 送一斤 秋冬进补 十一月十一号 到二十五号 就来南昌 远九四医院正对面 巨峰大厦 九江 福州 景德镇 平乡 等十地市都市严选 正宗一百克宁夏中年枸杞 仅需五块九 霍山灵芝包子粉 买三送二 都市严选各类滋补家品 原产地质贡 品质好 价格低 三年老变 值得信赖 真有 源于母乳灵感 柳珍轻体汇丰 鲜核人体 SN2 OPO分子结构 CPP双丑一生然 本一美育英博士 育乳妈妈 博爱心生 给宝宝 更好的开始 在冬季国呢 温度局就有说话讲了 特别是 我经常做 跟安亚变质 多少都有点冷 纷纷于为人 大家一定要记得 天衣保暖 今一个人一打扮 我们来瓦一瓦 好准掉这个衣服 冬天你的衣柜里面 绝对不能少的 就是大衣 那我冬天的大衣 会准备比较多 大多数都是以保暖为主 那我们如何去选择 在保暖的前提下 还得好看时尚呢 可以选择 通常我们看到 是单色的 双面羊肉比较多 像这种双面双色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金之笔 就整个人就会 很有层次感 很丰富 对 没有那么单调 所以你搭配起来的话 可以搭配同色的 任意一个颜色 或者说像您身上 穿的这种浅粉色 都是OK的 服装色彩搭配 有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呢 我们可以掌握同色系 将同色系的颜色 搭配在一起 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比如说粉红加大红 燕红加桃红 眉红加草莓红 等这样同色系之间的变化 就像今天我们给大家 介绍的这一块双面羊绒 就是咔色加亮黄色 第二个法则呢 就是对比色 对比色是两类拥有 完全不同个性的颜色 比如说蓝色和橙色 黑色和白色 紫色和黄色等等 这样的配色 很有点睛的效果 可以将你的个性 大胆展露 对这个姜黄色的话 会很突出皮肤 就变亮度 对 就有光泽感 款式的话 是有一点 风衣的那种结构款 可以看一下背面 对背面 它有一个这种 风衣的斗篷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 你这后半身 是两层的双面羊绒 也不容易忍到 就是背部嘛 我们是经常说 一个脚一个背 是不能着凉的 肩胛骨不会漏风 对 肩胛骨不会漏风 所以这款的话 它也是会非常的保暖 然后看似单薄 其实很厚 对 而且我这款衣服 是没有扣子的 它是一个直接敞开 就会很帅 细上腰带的话呢 也是可以 让你的腰线比例 和你的臀 以及你的腿 它的这个比例 就会非常的好看 再拉紧一点 再拉紧一点 现在腰细一点 对 而且这个腰带呢 也是一个双面双色的腰带 所以你可以任意选择 任何一面 做你的面部 都可以 就是起到一个 很有层次的一个撞色效果 对 这种颜色在冬天的话 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是温柔的颜色 不会很刺眼 是的 冬天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 是宁愿要漂亮 也不要温度 想要让她们 多穿保暖性的衣服 简直不可能 看起来臃肿的衣服 更是树枝高格 所以流行保暖的羊绒大衣 很多女生说 只要穿上羊绒大衣 就可以轻松地度过 整个冬季了 羊绒大衣面料 有一定的隔断热量传递的作用 所以能够达到防风的效果 好 那除了双面羊绒 这个面料之外呢 相信到了冬天 很多朋友都非常想要 入手一件皮草 皮草上面的选择呢 现在有很多商家 都推出了这种环保皮草 对 这种环保皮草 它的手感呢也是非常好 而且它打理起来 也会比真的皮草好打理 但是同时视觉感和手感 其实差不多 而且它的保暖系数呢 也是非常的高 做成这种休闲款的 配上这种小腰 这种皮盘扣的 它的效果呢 就也是非常的有味道 白色呢 它是有一点米白的那种效果 不是那种纯白 也不是卤白 它是有点米白 所以它耐张程度 也是相对会非常高一些 那刚才说了 它比真正的皮草 要比较好打理 那有些什么打理方式 这个的话 只要反面激洗啊 手洗都是OK的 不是可以激洗的 可以激洗 那太方便了 因为它是环保皮草材质 所以的话呢 它的手感和它的打理起来 都会非常的方便 容不容易掉毛啊 会不会 这个毛是不容易掉的 因为它比较 就是很牢固的那种 相反真正的皮草 反而还容易掉毛 因为小动物都会掉毛 它会有些扶毛 在那里 皮草 犹如它带给人奢华 显贵的印象一样 有着非常高贵的出身 很多女人 只要有了一笔 能够自己支配的财富 第一件事 多半是给自己 买一件皮草大衣 在2010年 老佛爷 为仿皮草的加持 让她一举 跃入了时尚圈之中 通过科技生活 如今环保皮草的工艺精湛 在此也呼吁大家 拒绝蒸皮草 穿着环保皮草 度过这个冬天吧 刚才一个皮草 滚上去 它比较滚 它比保冷 对吧 我给大家挖一句 也不是真正的皮草 我等你挖了 啊 挖老板的 千万别以为 嘎的东西就不好 我认为 嘎皮草 还是比较人型 毕竟穿衣服 也要拱去环保 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普遍来说 对于烧泥丘来说 它其实不太会烧的 还是一般就是泥串专豆腐 或者是打泥丘汤 那今天我们这个蒜姜的话 是不是还是有你独到的作法在里面 对对对 因为泥丘呢 可能对大家来讲 感觉就是不会做 对对 其实很简单的泥丘 泥丘买回家以后呢 你就拿个盆子 丢点盐进去把它盖了 它就会死掉 死掉 它正好就腌了一下 就是在家里我们就拿点菜籽去 这样剪 剪熟了以后放到边上 就会再炒别的菜了 对对对 好 先来看看这道菜 需要哪一些原材料呢 蒜香泥丘需要的原材料有 泥丘 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大蒜叶 说起泥丘有这个很大一条的 也有这个小细条一条的 那你这个选择泥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比如说做什么样类型的适合大泥丘 什么样类型的适合这个小小一条的泥丘 一般吃我们这种香煎的 或者这个香酥的 我们就要用那个小泥丘 吃那种红烧的就用大泥丘 对 其实大家吃大泥丘的 可能又觉得吃得很过瘾 但是有一个很痛苦的就是 去内脏有胆 一般我们这泥丘是不去内脏的 有苦的内脏 对对对 我们现在做泥丘 一般是把泥丘榨了以后 煮了以后把它的内脏要给去掉 不去掉它就很苦 但是小的不需要 那今天我们就选 大概也就是这个偏中等 偏小一点的 尽量越小越好做这个饭 对对对 好 第一步 首先我们还是要怎么样煎一下 对 把泥丘煎酥煎香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然后把大蒜籽 香米椒 生姜 为什么我们叫蒜香凝球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蒜籽的用量就比较大 跟干边还是有区别吧 对对对 跟干边有区别 然后就是大蒜籽呢 可能我们平时做出来的 把它剁得很细 对 但是这个大蒜籽我们又剁得很细 就是剁得很小块 保留有点口感 对 然后把它炒香以后呢 我们放生抽 盛醋 但是这里一个关键的一个调料 我们用到的就是四川的发酵油 一定要有 对 一定要发酵油 因为我们这个在 因为泥丘在锅里的时间比较短 去吃这个发酵油的 这个腾酵油的一个香味 起油锅 泥丘用菜籽油相煎 煎至酥脆 出锅里油备用 再起油锅 爆香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香味一出 加入米酒增香 随后加入生抽 陈醋 提味 调味只需要一些盐 胡椒粉 十三香 鸡精 炒匀 再来一点蒸鱼豉油 蚝油 下锅炒匀 锅内汤汁烧滚 下入泥丘大火翻炒 起锅前下入大蒜叶 花椒油 炒香之后立即出锅 蒜香泥丘就做好了 那我们的蒜香泥丘就做好了 应该说这道菜跟干边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因为干边你花的干边煎的时间还挺长的 对对对 这相对来说更加长一些 不要用到那么多油 对对对 这个更加长 然后就我感觉更入味更适合我们南山的口味 应该说泥丘吃起来真的是很有营养 因为它称为水冬小人生嘛 对对对 做这道菜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关键吗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泥丘的选择要好 然后就是在调味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有陈醋 生抽 发酵油 多放点蒜 这个菜肯定是很好吃 这位是一样的到位 对对对 好 感谢我们的刘大厨 他今天叫大家的蒜香泥丘 开开肚 开肚子 菜已经弄脏了 不觉得哪个有好给富贵 一双刀给它在最容易的行 时不时要加个在这 表达弄样我新衣的 我们打起来吧 大家好 我叫周一真 希望你们送完菜到我了 我们今天这道菜呢 是赵阿姨要送给她的丈夫的 叔叔贵姓 姓高 高叔叔我们来拆盲盒一样 猜猜今天什么菜好不好 这哪是茄子 鲁鱼 鲁鱼 好香 好香 爱吃吗 平时家里面谁做饭 我爱人做饭 阿姨做饭是不是 您平时做这个泥丘是怎么做在家里 先拿油炸一下 再拿料 生姜大蒜 烧 我们这个其实今天这个做法也是属于烧菜一类的 回去尝一下看好不好吃 其实很多家里面做这个泥丘汤做法是用来 做汤你们会放些丝瓜什么的 但是我更喜欢吃这种烧的 因为南昌人的口味重嘛 我问一下阿姨您今天为什么会想到送菜给家人服吃呢 因为他关心我们了 关心我了 看我又要送给他 但其实平时在家是您做事情对不对 叔叔在家您不干活吗 干活 你做哪些事情 比较粗的活 就是重活累活是您做 比较粗的 但其实这样也好 家里面分工明确的话 大家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累嘛 对不对 家里分工明确 自然而然就少了家庭矛盾 不过赵女士说了 他们也没有嫁可吵 因为平时老伴对自己也不错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我们79年纪着 79年到现在 41年 41年 哇 也很长时间 那这么久 这么40多年啊 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阿姨 深刻好多 嗯 讲一件好不好 就是我有一次感觉到做手术了 他就天天要走运了 要帮我们抽起来了 那是觉得很暖心的 对不对 很暖心的 那平时他会惹你生气吗 有时候会生气的时候生气了 生气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 是吧 你们会吵架了不 吵架的时候叫不了就没有了 他怎么哄你的一般 一般也不哄 感觉说 那阿姨那你的气是怎么消的 自我消化 自我消化吧 他就算了了 发了迷迹就算了了 就算了 发迷迹就多了 那你应该是属于那种 就是爆炸完就没事了 就这种事情 叔叔你觉得两口子在一起升华 最重要的是什么 互相体贴吧 嗯 就是要 那要互相谦让 对 互相谦让 能谅解人 体贴人的品德是非常高尚的 夫妻间是否相互谅解 对夫妻感情的好坏 有很大影响 爱情不光是月光下的 休闲散步 花丛中的窃窃私语 更是漫长生活道路上的好伴侣 好 接下来就把我们都市放心给 到了朗殿里 好多人都喜欢叫烤风书 没有问题 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款 烤鸡的缺啥个风书 可以吧 没有三人所有 才是装买个风书 都市放心够 放心就够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邱晨 那冬天来了 冬天咱们吃点啥 哎 街边上有个特别好闻的香味 红薯 那今天咱们要推荐一款红薯 与众不同 叫做山东的烟薯 当当当当 看这里 山东烟薯就是它 那除了咱们山东烟薯之外呢 我还拿了一个红辛薯 来进行对比 那一会儿的时间呢 咱们要把它们放在烤箱里面 然后过了一会儿时间之后 咱们要测一下它们的甜度 咱们这个红薯啊 已经好了 那刚刚放进去两个 一个是咱们的山东烟薯 一个是红辛薯 看看到底怎么样 来我们一起打开 哇 有点烫 哇塞 啊 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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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这个闻起来就特别让人回味悠长 啊 特别食欲大动 然后 哎呀天哪 好 那其实不能光闻 不能光看啊 接下来咱们要测一下这两个红薯到底怎么样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山东烟薯跟咱们的红辛薯到底有什么区别 从它们的色泽 从它们的状态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看起来对比的第一点呢 就是它们的色泽状态完全不一样 第一点 山东烟薯的状态呢 我觉得是完胜咱们的红辛薯的 它整个状态是流沙的 让我们更有食欲 更有胃口 接下来就是拿了一个专业测糖的来测一下咱们这个山东烟薯和红辛薯到底哪个更甜 啊 来 咱们这样 呃 为了公平我准备了两双筷子 一双筷子夹我们的红辛薯 一双筷子夹我们的山东烟薯 我们同样夹一点红薯肉 放在我们甜度测试仪上面 然后按开始 好 近代数秒 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辛薯的甜度是21.4 我们再看一下山东烟薯这边 哎 山东烟薯的甜度是27.3 甜度完胜 经过两楼日PK啊 咱们的山东烟薯都完胜了 证明了什么 证明咱们都市方新购精挑细选的山东烟薯确实是不错的 好了 话不多说了 各位赶紧下班抢购咱们的山东烟薯 当然了 有那些好朋友们想加入咱们的团长 成为优质团长 成为我们的供应商的伙伴 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联系我们 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都市方新购 放心就够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本联系四百年致药精髓 转要专制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强筋骨 屈腾痛 对了 老牛可真牛 以前呢 工作业绩突出 牛 后来呀 跳舞 打球 也突出 可现在 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用疏肩建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制药筋碎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疏肩建腰丸 疏肩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按良成服用 效果好 下期大家的秀本 今天的节目 每天大家再见了 刚一老四干 这这个地 等着大家 不见不散 你还再见 拜拜 酒黄炒毛肚 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菜 我们吃到的是毛肚的脆 还有酒黄的嫩和香 这道菜的话 应该说这个搭配呢 我们回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对 这个菜呢 可能跟平时做的 还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 姜丝放的比较多 多放点姜丝 那跟姜丝一起去 把那个 咱丝放的比较多